刘培元的英文秘籍 不是高手不要看 让句子变长的三种连接词 之二 欢迎小额赞助 请分别订阅我的15个YouTube频道 你就从前面第一集看 第一集我们讲了很多基本概念 这边就不再重复了 这一句话 要高手 英文高手 英文程度要相当好 会比较看得懂 不是说你英文不好不能看 而说你看了用数不大 看了之后又觉得很烦 看不太懂 压力很大 或者骂我 搞那么难的东西干嘛 那么复杂 我们继续看 就是了解以后 了解这个系列 你就有可能 英文句子写的比较长 比较长 而且是很合理 合乎文法 合乎语法的长 像富尔一般是介系词 介系词大家比较清楚 但是对等连接词 可能比较不清楚 它是因为 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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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不是为了 当然为了跟因为都有个位子 但不一样 因为 所以你看像第一个 他没有接两个动词 没有接子句 有两个 help跟is 第二个也是接子句 这个主句在前面 反正for后面跟的这个子句 都子句 所以一个b 一个是ban neither nor 你可以念neither nor 它也是对等连接词词 它是一个偏语 not either 也不是 is neither too hard nor to coat 你可以念neither 所以气不冷也不热 温度大概 最适合人体的温度是26度 所以温水游泳池 一般摆在26度 he neither drinks nor smoke 也不抽烟也不喝酒 太好了完美 but neither roses nor daises 我都不想买这个玫瑰 跟厨局都不想买 我想买水仙 买这个 兰花等等 noor也是对等连接词 都不是 she is neither English nor American 既不是英国也不是美国 结果是加拿大人 neither radios nor television works 我家里的这个这个电视 送音机都坏掉了 working 不能说工作 就是不灵光坏掉了 neither也不是 I am not going nor Jane 我不去 真 她也不去 两个都不去 she did not know then what had happened nor did she even find out 她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 她也不想去找出原因 or也是对的连接词 或者 used to link alternatives would you like to stay here or come with us 你想待在这边呢 还是要跟我们一起走呢 for the main course you're going to chicken, beef and fish 这个主菜 main course就是主菜 西餐 也是鸡排啦 牛排啦 鱼排啦 当然也不一定是排啊 有别的种做法 for the otherwise or else hurry up or you will be late 快点 否则 你会吃到 所以这种很多都是 后面接子句 都是一个句子 两个动词 但是一个真的 真的动词 就是主句动词 这连接词 连接词 这我强调一下 连接词接的 两个都主句 前面是主句 后面就是主句 前面是子句 后面就是子句 重属连接词 他只能接 后面只能接子句 所以对的连接词 可以接主句 也可以接子句 也可以接单字 也可以接片语 包山包海 也就是 that is that means it is zoology will study animals 这是一个动物学 或者简单讲 就是研究动物的学问 the company is paying the rent or at least contributing to it 这个公司 要么就帮我付点房租吧 或者至少贡献一点吧 要么全包了 要么付一点 not only but also 对的连接词 但是它是一个很多字的 片语的 she is not only beautiful but also kind also可以省略 也可以讲 也可以写出来 他不但漂亮 而且很亲切 not only with a pink outside house but also inside 他们尤其 不但油漆 内部装潢 内部油漆 连屋外也顺便油漆 木头房子 如果外面石头 就没办法油漆 the current not only is economical but also fails to get to drive 这个车子怎么会经济的 这车子不但便宜 它有两种可能性 一种是汽车买的很便宜 或者是汽车很省油 省钱了 反正economic就省钱了 但是也很好开 这边应该是 这汽车很便宜 但很好开 so也是对的 连接词 因此 therefore she felt very sleepy so she went to bed early 她感到有点困 所以去睡觉 这都是主句 对的连接词 这边一般来讲 都是主句 如果句子很长的话 她就可能接纸句 如果句子不长的话 像我们这边造句 就不想弄得太难 所以一般来讲 都是接主句 像我那个长句破解篇里面 就很多 它是接纸句 I couldn't find you so I left 我找不到你 所以就离开了 也是以致 以便于 in order that turn it from time to time so it may be cooked like a bird size 就是煮菜的时候 炒菜的时候 记得要翻搅 翻搅 比如煎鱼 要常常翻搅 翻面 然后两面 它可以煎的都差不多 turn a louder so that we can't hear you 讲大声一点 我们再听得到 耳朵不好 或者很吵 讲大声一点 也可以是 于是 终于 then at last one so you really don't care 原来 搞清楚了 终于搞清楚了 你根本不在乎 so then I first met my wife 这个 终于搞清楚了 这 你怎么认识我太太了 原来是 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瑕疵 不然的话 你要是跟我太太 哪里认识 我就怀疑你啊 yet也是对的 那些词 所以总共 单字有七个 fanboys 它的缩写 可以变成fanboys 当然还有一些 这个片语 就不止一个字 yet也可以当副词用 所以有时候搞不清楚 然而 但是 but even so still he worked hard yet he fell 她虽然很努力工作 但是 她还是失败了 可能运气不好 she's saying happy yet she's worrying 她看起来很高兴 可是还是有点忧虑啊 比如中乐透 中什么奖 彩曲 中了台币五千万 一亿 两亿 三亿 好高兴 但是很担心 担心什么 中奖很高兴啊 怕人家借钱了 亲戚就全部上门了 平常这个 几年没见亲戚 我一听说 风声 风声一出来 全部跑过来了 那重塑连接词呢 他就只能接啊 字句 只能接字句 只能接这个 那前面讲的 对等连接词 可以接字句 字句 单字 各种词性都可以 片语 我喜欢讲字串 那重塑连接词 只能接字句 字句的意思就是说 可有可无 有的话就讲得很清楚 这个句子写得很漂亮 写得很长 写得很完整 意思是讲得很清楚 简单讲 长句就是把好几个句子 变成一个句子 一般人写短短的 一个句子七八个字 十个字 十来个字 这样子 有时候一个句子 外国人写得好的 一个句子 五十个字 八十个字 一百多个字 有时候的法律文件 一个句子 可以超过一百个字 一百多个字 我看过最长的一个法律文件 买六百个字 没办法看懂 太累了 六百个字 那这个 这边都是重塑连接词 都接词句 after 但是after很讨厌 除了是连接词 重塑连接词以外 所以我们以后看了我这个视频 那高手本来可能也知道 就当以后看我们讲到连接词 你心中一定要想 一定要想到它有对等连接词 跟重塑连接词 当最后面我加上一个其他词性 有连接词的功能 这一般人就比较搞不清楚 除了连接词它也可以是介细词 副词 形容词 所以这个词就很复杂 所以你不要看这个 我知道这四个词性不难 可是问题是 它真的跑在 这个真的在句子里出现 你就搞不清楚了 很多事情 就是说讲的时候 都这个也不难 我听得懂 可是真的一变化 一用在句子 用在 就像那个 父母都教小孩子 不要做坏事做好事 听一夜了 我都知道知道 一出去以后就做坏事了 就交到坏朋友了 所以很多事情 讲是一回事 听得懂 真的一到社会上 一到学校里面 就不一样了 在什么之后 Later then After then he had finished the dinner they went to the movies 所以只要是after这种 重塑连接词 它后面接的 有动词吗 finish 它都是直句 不是数句 都是次要的 那前面讲的对的连接词 它接着 有可能是 如果句子不长 它就是两个主句 如果句子很长 它有可能也 有可能是直句 当然也有可能是主句 Empty counts we shall start 这样它来了以后 人到齐了 我们就这个 可以出发了 所以以前在 报社的时候 有一个美女 姓红 很美啊 美得不得了 很喜欢吃的 所以每次啊 看汽车会啊 或者出去啊 参观啊 考察啊 她一到 红到齐 你到齐了 你一到就到齐了 这个没有人 通常没人比你更晚 到齐了 Although 重属 连接词 只做连接词 就没有其他词性 虽然 In spite of the fact that although the sun is shining it may rain later 虽然是 现在太阳啊 夜阳高照 但是呢 晴时多云 偶正雨 早上夜阳高照 中午的时候就变阴天了 下午就下雨了 可能带回下雨 晴时多云 偶正雨 As这个字很麻烦啊 除了连接词以外 也可以是接细词 副词 关系代名词 一般很难搞得懂啊 这四个 这四个词性记都记不住 如果碰到句子里面 你搞不清楚啊 什么时候当副词啊 什么时候当关系代名词 搞不清楚啊 所以我没有例句来了解 所以我在这个特殊文法篇里面啊 就有尽量 还有这个基本单字篇啊 都把他讲 尽量讲得清楚啊 重塑连接词 while 正当什么什么时候啊 不是正当防卫的那个正当 正当什么时候 we'll be able to talk as we go 就是我们边走边聊啊 正当我们走的时候 我们也可以聊聊天啦 边走边聊不然太无聊了 因为 your sense because sense有好几个意思 其中一个也可以当因为 也可以当介细是当自从 as had a cold I was absent from school 因为呢 我感冒了 不是我很冷 不是说我有一个很冷 不是感冒 一字多译 所以我就没办法上学了 请个假 有的搞不清楚就 就忘了 就跳课 旷课 那他动词就有第二个音节 absent 所以很多字 有些字啊 形容词 名词跟形容词啊 是第一个音节 那动词呢 就第二个音节 为什么 就是让好发音好区别 一听 第二个音节 就是动词 如果absent 一听就 名词 或者形容词 absent 就是动词 所以他因为这样子 所以他常常动词 第二个音节 依照 我会依照你所建议的去做 乖乖的听你的话 虽然 although old as I am I can still fight 你不要看我 年纪大了 我还可以打 我还可以干架 我还可以一个打两个 没问题 所以老将黄中啊 战斗 这个打到七十五岁才死掉 脸谱还可以打到八十岁 厉害 从属 这就是片语 不是一个字 或者 片语 或者叫 副词 不是形容词 副词那个副词 而是复数的副 副词 只要 since 所以since的意思也很多 finish the homework you can get a present 只要你完成了这个工作 Homework 当然一般是这样 家庭作业 给小孩子 你做完家庭作业了 我就给你一个礼物 让这个小孩子调皮了 如果用工的话 就不用给了 自然会做 小孩子调皮 滑手机啊 不听话 功课来得做 奖励你哦 如果功课做完的话 我看一下真的做完 我给你一个小礼物 我奖励一下 no letter than 不挽愈 you can borrow the book as long as you return it within a week 只要你能够答应啊 这个借了书以后啊 一个礼拜还给我啊 我就会借你 借书啊 心上有借无还 所以我的经验啊 我说后来就不借了 借十本啊 大概回来两本吧 八本没有还 大概是这样的 他也不是故意的 有时候摆在那边 他也忘了 或者他懒得还啊 所以 借钱也是一样 借的时候 挤了要命啊 像我家人 最近借了一件 一件钱给人家 小钱啊 大概 这个 几十万 但是这个 对吧 借的时候 挤了要命啊 一副要死的样子啊 结果借了以后 说好要付利息 付什么本金啊 结果付了一段时间 没有了 变成他不挤了 变成我的家人挤了 他说 哦 我什么原因啊 哦 怎么样 他不急了 但是他去赌博 赌博他有钱 还钱 没钱 as soon as 重塑 不挽欲 no letter them we'll get to work as soon as we have the answer from him get to work 我们去上班了 只要这个 as we have the answer 只要得到这个答案 we have the answer from him 我们就去上班 she left as soon as she heard news 他一听到这个消息 他就离开了 一听 哎呦 你家人住院了 你家人烦什么 哦哦哦 赶快走 赶快去照顾 assuming 这个字一般不太会用 他只做连接词 如果 假设 assuming your calculations are correct we should arrive at our destination now 如果你的估计啊 是正确的话 我们就会 到抵达 目的地 我们就会到那边了 一个小时 譬如说到新竹 人家说 我估计一个小时 哦 如果你正确的话 我们就真的可以一个小时到 before 这个是很讨厌 一般认为是 解析词比较多 可他也可以当父子 这个一般人不知道 也可以当连接词 这个 很多人也不知道 before 在某时间 早于 某一个时间 比另外一个时间早 Earlier than the time it went Turn the TV on before you go to bed 就在你啊 要上床之前 先把 记得先把电视关掉 免得 这个 电视不太会浪费电 这是一个习惯 像电视啊 你不关的话 像这个夜镜萤幕 你不关 它也没有耗多少电 可是呢 它容易产生鬼影 一般超过两个小时以上 就有可能 不是一定 就有可能 看它这个技术 有的时候 像有的时候 这个有时候整夜 忘了关 没关 也没事 但有的时候运气不好 就会产生过 就几率比较高了 以前这个 有这个 有这个亮点 光点 现在几乎都没有了 Can I see you before you go 在你离开之前 我是不是可以见你一面 早鱼 早鱼 rather than sooner than 这个是 rather 宁愿 可以另外 也可以宁愿 宁愿或早鱼 I still before I still 就是我偷窃 爱恶受动 什么意思啊 爱恶受动 要在饥饿之前 就是we rather 这边用中文没写 用 我们用口语讲出来 我宁愿饿死啊 也不透气 所以这个以前朱熙啊 这个没人性啊 大儒家 但我觉得没人性 饿死是小 世界是大 这个 一个女人啊 寡妇啊 老公死掉了 你宁愿饿死 饿死 宁愿饿死 没关系 我朱熙说没有关系 死了就死了 不能死结 不能搞男女关系 古代有一些大儒家 快到圣人啊 没有人性啊 饿死没有关系啊 但是啊 不能搞婚外情 那个寡妇吗 老公是死了吗 又不是老公失踪 失踪的话 有的都受不了了 我们觉得失踪了嘛 合理 这寡妇老公都死了吗 不行 除非你在家 所以这个现代的女人啊 很多啊 到古代 那一天也过不下去 什么 我老公死了 我还不能 我还不能江南盟游 这个朱熙王八蛋 所以有些 有些人的观念啊 害死了 我宁愿死掉 我也不会告诉她的 我不会泄露她的秘密啊 这个还合理 我宁死啊 有人说我告诉你个秘密啊 不能说啊千万不能说啊 我放心啊 我死也不会讲 讲是这样讲啊 没那么严重 那很多以后那么半个小时大家都知道了 那 但是 你去问她 我没讲我没讲 那我只跟你讲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 可能人家猜的 都很多人是这样的 这下大家最喜欢传line 所以我有个坏习惯啊 就是人家传来路不明的line 我就会骂对方 或者讲说 你不要传给我啊 除非你确定 你自己传的ok 朋友嘛 line 通常朋友 或者你确定 是真的 或者你确定是 怎么样 谁传给你啊 可以找个源头 你不能问 不行啊 这很多假消息啊 所以以前呢 三倍券五倍券啊 发那个 发那个钱啊 类似钱的 结果这个 我老妈 跟我说 阿姨传过来啊 三千块到全年 可以买三千八 我说 这个三千可以买三千 不错 但是我查证一下 老妈嘛 这个没什么受教育 小学 小学毕业 就网络上一查 全年就发表声明 哦 现在很多在误传 我没有没有没有 我马上跟她说 你去问阿姨 阿姨传给你 就问阿姨 一问阿姨 我不知道 人家传给我的 我不知道 我说那你就不要传嘛 呃 我不知道 我只是想告诉你一下 所以这很多谣言就这样子 because 我们讲到because 因为 for the reason that I'm late because I was asleep 因为我睡过头了 所以我迟到 the reason why he was late which because you're sick 这差不多 又生病 所以晚到一点 due to the fact that 基于什么事实 由于 don't look down upon others 这个叫成语 就看不起 轻视 because they are poor 不要因为人家穷 而轻视 所以你 所以很多事情 所以有时候我喜欢东拉西吃 因为我本来是想讲道理的事情 做人处事 一些东西 可那个东西人家也不一定听 我也没什么名气 所以这个 但是教英文是可以 所以有时候杂七杂八 如果你真的不喜欢一个人 或者不喜欢什么事 你可以摆在心里 你不要表现出来 你觉得他穷 你就不要跟他交往 不要交往 他也不一定会 他也不一定会盼门覆封 但是你不要露出那个 轻视 不需要 这是尊严 尊严是很高贵的东西 但很多人不懂 我觉得你穷 我觉得你脏 我就看不起 骂你几句 怎么样 谁叫你穷 活该 所以欧美人他们这方面 相对比较好 你穷归穷 要么我还是跟你做朋友 要么就说 我心里也看不起你 我就不讲 我就不跟你当三郎 我就不跟你来往 也可以 但是不要 看到人家表现出一副 好像很看不起 不需要 好 这一集就到这里